有居民在鲤鱼潭捕虾时捕获一条约30公分的怪鱼 看起来身形狭长还有鳞片长得像鳄鱼 花莲县农业处表示应该是外来种俗称的鳄鱼火箭鱼类 不会主动伤人但也呼吁民众不要随意放声 以免影响鲤鱼潭的生态 民众近日在花莲鲤鱼潭捕捉到非常类似鳄鱼的头型以及体型 仔细看全身长满鳞片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保林科表示 应是外来种俗称鳄鱼火箭 主要是以肉食性为主 民众的放羊会造成当地鱼类生态影响 鳄鱼火箭它是一种大型的外来种的鱼类 那它原产是在墨西哥湾沿岸的河口还有溪流里面 那在花莲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发现 去年大概10月的时候在树光桥底下的那个美轮溪里面 有民众发现不过那一只没有被抓到 那这种外来种的鳄鱼火箭它是大型的鱼类 它可以长到大概2米到3米那么大这样子 那而且它实性就是肉食性的 那个性也蛮凶狠的 它掠食的习性很凶猛这样子 那所以在它原产地有这个鱼类息息的溪流 当地的鱼种都会变得很少会被它吃得很厉害这样子 不主导的民众也表示曾经在鲤鱼潭抓过小只的鳄鱼火箭 这是第二次抓到并且体型也比之前的大 鱼潭充满着外来鱼种 民众担心严重影响到生态性 去年抓到 今年抓到是比较大只 第一次抓到有没有觉得说这是什么鱼 不知道 结果那个钱珍的老板他上网去查 他就说这个是金箭二鱼 火箭二鱼 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里面什么鱼都有了 而且它是肉食性的 反正泥潭这边的生态都已经破坏掉了 鳄鱼火箭原生于北美到中美一带 主要生活在纯淡水 偶入咸淡水 对水质势力令极强 淡水与海水都能够存活 鱼被有金属光泽的菱形硬菱 长着如同鳄鱼般锐利牙齿 是大型凶猛鱼类 对于生态系来说是相当大的威胁 据着您结束风箱采访报道